饱肚子 大哥你人多失重 想必是弹药充足 今天小弟拜见大哥 也求你给我两箱子弹 算是对我的奖赏 咋样 好 说得好 两箱哪儿够 我送你八箱 透亮 大哥的脾气和我一样 我高兴 好 马上好好休息 过两天啊 咱就有一次两个核心动 好的 那我就不客气了 好 走 我带你们去 三 二 一 今天啊 是好日子 咋说呢 咱们抗日队伍 大联合 谢文东部谢司令 自卫军部李司令 还有屏东阳三省长江队 等十多支队伍 对了 还有七支中部 咱们联合起来组成一支队伍 暂时叫联合军 以后正式合作叫啥名字 那得等 向省委领导汇报以后再说 大家看咋样 联合军 这个名字好啊 就是说既能各自指挥自己的军马 又能联合起来打大仗 对不对 谢司令说得完全正确 就这个意思 我赞成 我也同意 既然是联合军 就要有一个总指挥 大伙都是奔我来的 那我就不客气 我来当总司令总指挥 各部要服从我的总议安排 谁不同意 可以立马走人 赵军长的意思啊 是说联合军强调统一指挥 不然的话那是务合之众 不等着打败仗马 再加上赵军长对这一片比较熟悉 对即将要进行的战斗 早有安排 他当总指挥 也是对胜利的一种保障 李政委说得重听 就是这么个意思 大家既然联合了就是一家人 那我说话就不客气 赵司令是日本人门风丧胆的灵将 你应当这个司令 我心目完全听从当地的指挥 对 对 我们完全听从 好 那咱们就简单干脆地说 马上要打一场大仗 我现在就开始派兵 这次要打的方正县城 是北满的重症 敌人兵力不少 我方要以智取胜 我先给自己下命 我第三军担任主攻 这个硬骨头由我们三军来看 我来负责 那就劳驾赵司令了 李花堂部李司令 在 明明女部担任增援 三军打开缺口以后 你们上 是 三行长江队 在 明女部还枪法最好的队员 在城里城外二十个地点担任狙击 专业给我扣地宝二少 单奔那些机枪手 余部配合第二梯队增援 是 是 谢文东部 在 命女部在城外三股六地区 摄服打人 三股六 是 还有齐志中部 齐队长 我听着 你们的部队啊 刚刚到这儿 先修整 下次战斗再派人 修整 修整就不到这儿了 哪儿不能修整 咱们坚决要参加战斗 不是我不给你任务 你的部下太嫩 多数队员啊不到二十岁 作战的经验啊 咋说也差 这种恶战 绝不能派你们 赵司令 这话可不对了 年轻怎么了 打仗就是要年轻力壮 我不但要参加打方正 我还要打助攻 齐晓 别着急别着急 来来坐下来说 赵司令是爱护你们 没别的意思 这方正县城啊 可不比拖腰子一个小镇 城里的日军有两个大队 一千五百多人 你的部队啊 加起来也不到五百多人 上去不是白天馅儿吗 我人是不多 可有你赵司令给我撑腰杆子 我打头阵 你们还能在旁边看热闹吗 那当然不能 这不结了吗 有你给我做后盾 我怕啥 脑袋掉了 碗大个疤了 我这条命 扔在康熙的战场上 值了 好 既然兄弟这么说 那我就让你打这个头阵 和三军一起 啃这个硬骨头 谢谢认可我旗子中 准备出发 银子 银子的 先上 好 别 驾 司令 咱这儿也不是渡口了 鬼子的援兵 他得从那渡口过河呀 他能不走那大道 走这河套了 咱埋伏在这儿 打不着鬼子呀 好准回说得对 我觉得咱们还是应该 在渡口前面埋伏 不行 赵司令的布置 不能没 才能不听他的嘛 好一次合作 我就不遵守军令 那我就犯计了 来 你们去那边 大嫂子 带三营到那边 快 快 快 阿家 快追 一路 他是 我们打执 没有 你摸摸摸摸 我得进去 检查 快点 检查 检查 来 来 老子 四六 四六 你说这都大半天了 方程县里还打得这么热闹 这赵司令是不是没砍下来这块硬度 战场上啥情况都可能发生 这功夫啊 日本人哪 怎么从那个渡口大盗过去了 咱们在这儿啊 就等着看戏吧 四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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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鬼子 鬼子 放了渡口大盗不走 他钻走河头 看来赵司令真是神了 哈哈 妖鬼子来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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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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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你在这儿看着 一二一过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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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大人在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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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攻击 他还没给我断掉 用小炮 你留着牌呢 是 来 三哥快 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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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劲中 您是这狼虎 齐狼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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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踩上 踩上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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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是因为我们 拖出了关东军的后骨 现在说不定 早就打过内军了 我们也不是只讲分不讲 我们要以分为主 以和为辅 建筑和分散的行动 我们就用分散的兵力消灭 必要的时候 我们要集中所有的兵力 吃掉敌人的大股人马 来来来 给你看到 来来来 来来来 谢司令在吗 谢司令呢 这么多 整大枪了吗 来来来 商量商量商量 太高了我就不上去了 赵司令让我来跟您商量商量了 什么事啊 能不能把您搅货的机枪给三军两挺啊 不是说战场上的战力比谁搅货归谁吗 我们部队啊 将来是一切搅货的要归功 赵司令知道你们搅货的物品最多 为了奖励你们 其他的就不必上脚了 上脚两挺鸡腔就行了 这啥规矩啊 我们辛辛苦苦把枪抢回来的 就让给你们呢 就是啊 就让给他呀 你给我闭人敲腿 耿三宝 这件事好商量 你先回去吧 我马上见赵司令 和他见面谈 放好了 赵司令 两挺机关枪不是啥大事 我就是想知道 你们共产党 还有没有别的啥规矩 比方说 我的马多了 是不是要给你们送过来一些 我的兵多了 是不是也给你补充过来一部分呢 如果要是有这样的规定 我心里有数 不是 要是没有这样的规定 那我心里也明白 我今天来我就是想 向你请教共产党的规矩来了 没有别啥意思 不是你你你你你 到底有没有这样的规定啊 有就说 有就说 不是 赵司令 你你得说话呀 你不说话我这心里发毛啊 给 我一会儿就派人把那两挺机关枪给你送了 你这个人倒说话呀 你这一笑比猴还吓人 你这一笑比猴还吓人 司令好 二贵啊 拿两挺机箱 给赵司令送去 那反角会的东西 除了你他拿去啊 知行明亮 是 司令 咋闹的啊 咋闹的啊 他就是不说话 我是千不怕万不怕呀 我就怕赵司令不说话 这咋闹的啊 驾 了 这是干什么呀 您这是干什么呀 让上来 这是大伙给您做的担架 做担架干什么 您都发了一酆的烧了 到现在烧还没退呢 那又怎么样 你别动了 我们还担着你 你哪儿那么娇气 先 kick 给我找根棍来 今天又是个好天哪 你怎么样啊 心里边想要疼了我知道 这两品机枪还心疼呢 没有 我呀都已经答应服从 共产党的领导了 这共产党的规矩啊 还是要听着 一切脚会要归功嘛 本来这两品机枪 该留在你们九国军 合情合理 可是这次打宫天战 三军打的是头战 无论是人员损失还是物资损失 比其他几支有军都损失大道 相反呢 缴获的战利品又少得多 这样看来 你这支援有军两挺机枪 也合心合理 你说呢 谢司令 我明白 没意见 其实这话要说开来啊 大家心里也就都是理解 赵司令这个人 论人品才学都没问题 血气 正义 知勇双全 可就是脾气有点坏 性子有点急 皆无毒痴 人物完人嘛 在共产党里啊 文都我负你 文都我负赵司令 不够我这个人哪 千不怕万不怕 我就怕赵司令不复活 什么事撂在桌面上 我都不怕 好商量 你说他不说话 我就受不了了 我这心里犯臭 我怎么不偷我 我跟你说啊 今后我的心里 要是有疙瘩我就找你了 谢司令 你说人生再是一辈子 什么是大事 大事嘛 三国里那终于说得好啊 大丈夫出事 那就是要立功名 有名就有立 那无非就是名利二责 比个人私利更重要的 就是大家伙的利 这也正是共产党的建党宗者 那这么说 那共产党是为大家伙办事的 当然了 你想想 他们抗日是为了什么 不就为了中国人 不做王国农吗 建立红色政权又是为什么 那是为了消灭不公平的制度 建立咱们自己的民主自由的国家 这不正是为全体的中国人办事吗 共产党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共产党原来是上山的 这女子是谁呀 红衣白马 谢司令 是不是共产党传说的女政委 厉害 我给你俩说呀 你俩上去未必是她对手 烈 早到了 谢谢 谢谢 谢司令 我认识你 好 在下谢文忠 女英雄的大名我早有耳闻哪 今天一见真是名不虚窜 啥女英雄啊 我就是赵一曼 女英雄 真正的女英雄 你这大名啊都上了小日本鬼的报纸啊 共产党的红衣白马女正文 看你这身子骨这么单薄 这小日本鬼的一听你大名那魂都下没了 谁让我们这些五大三出的爷们们 自愧不如 我们南方人啊 确实没有你们北方人长得那么愧欧 你是南方人啊 老家四川宜宾 这要来东北这肯定是水土不服啊 就是冬天那鬼刺牙那么冷劲 你肯定受不了 我早就适应你 你说打鬼子吗 这都不是事 真是难为你啊 行 大家都到了 行 来来来 坐坐坐 今儿个咱们要商量 成立反日联合军 总司令部和建立抗日根据地 临时政府的大事 咱们先请赵司令 给大家说两句 免了免了 不要一说话就顾着 咱们简短结束 经北满省委批准 同意我们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 和谢文东 与华腾以及各山灵队和民间组织 一起建立反日联合军 反日联合军指挥部 这个总指挥呢 我就不谦让 我来当 你们有什么意见 可别藏着掖着 当面罗对面骨头说出来 咋样 没啥意见 那还有什么事呢 对啊 那这么说 那上级长官 同意咱们联合了 你听听这名 反日联合军就是联合吗 可以建军 对 请问 部队是不是要改变呢 小心眼了不是 就怕改变你的队 放心吧 你们还是原版人马 一兵一族都不动 从此以后 你们就可以 大张旗鼓地 招兵阔军 人马越多越好 这位好了 这位咱可以可劲招兵 可劲干了 招他万马个人 没啥问题 赵司令 那我们现在就是 共产党的队伍了呗 正牌的 共产党不够 那我们能不能像三军那样 也招女兵啊 只要你能招得到 尽管招 共产党讲的是男女平等 平时一样 打鬼子也一样 不过 有个前提 你要给我管好 何不能出事 那是那是 那我们这个队伍里头 要是有三军那样女大学生 就更好 可以教教不识子子暂时 你再就说了 我们在战场上搅拷的战利品 什么盒子灌的里边装啥都不知道 竟是外文 那中国字还没人全呢 那一见那阳文呢 那更蒙头钻像呢 这个别担心 我可以帮你们 太好了 我来介绍一下 这位赵大姐 赵一曼同志 原来是我的一个团政 现在是县委特派员 今天啊 咱们建立反日联合军指挥部 成立地方政府两件事 所以 特派员啊 又回到我们部队 赵一曼同志 你把成立大会的事情 给大家说一说 大家没什么意见 咱就这么干 我今天要说的呢 除了刚刚赵司令已经说的 反日联合军的事宜 还有建立政府的事宜 今天我们就要选举出 朱和县人民革命政府的主席 张文旭先生在吗 我就是 请你回注诊 来 大夫 你哪儿不舒服 天突然间凉了 怕手感风寒吧 来 我看看怎么了 我听你说邮寄队免疫不够用是吗 两万套 我预备好了 太好了 张婆婆 我替邮寄队谢谢您了 说这些就圆了 车我们公司自己有 只是 怎么过日本人的甲子 得想个办法 这样 我来想办法 尽量不用您公司里的车 好吧 平时要多喝水 回去好休息啊 好好好 少抽点盐 这个盐都没办法了 这么多年了 张伯伯要用自己公司的车 风险太大了 要是你爸爸肯出车的话 那以你爸和日本人的关系 会不会更方便一点 车的问题好办 大不了我回家跟我爸说几句好话 要出来几台车 绝对没有问题 那太好了 可是现在 鬼子封锁得这么远 怎么才能把货安全地送出 这一道道的卡子 这是最大的问题 再想想吧 你们给我伤害 老师呆着吧你 这个一区算出饭 来咱们五军时间不少 但我很赏识他 这小子哪仗鬼点子多 是个不可夺得的人才 是啊 听说这小子是精退去参加公斤团了 二十二才没抓过 说老鞋困行了 全给扛住了 来 怎么回事 到底怎么回事 谁要怎么这么干的 关主任啊 关主任可说了 他是维满军连长的人 跟咱们有大仇 就得这么整治整治他 无闹 乖 给他送吧 可没事吧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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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主任 给我一个合理的见识 这小子过去 三分两次的为难端母的部队 今天带着老婆出门 重招给抓着了 我问你 在我们共产党的军队里面 有哪一条规定 可以允许你这么做 有问题战场上解决 不管什么问题 也不能累积人家的家人 关主任 我知道错了 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求求你 你就放了我媳妇吧 送吧 是 没事 跟他说 关主任 我把所有的家当都卖了 就是不想再跟着日本人做事 现在 我把所有的钱都拿出来 本想 带着媳妇回老家的 现在我求求你 你放了我媳妇吧 那是我们高宝庄军长 你咱拿手吧 您就是大明天的 中宝庄军长 我求求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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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得要求你 你得考虑一下 我只有这么多了 实在不行 您就先把我媳妇放了 是我 跟关主任有过激 怎么也不可放过我 就请 别为难我媳妇 分量不轻啊 周军长 您同意了 听你丈夫说好了 谢谢周军长 谢谢 找个地方好好地过日子 以后不要再给日本人做事了 我们人命金砖 两个都不要 谢谢军长 谢谢军长 关主任 党可没教我们私底下解决仇恨 再说了 他们已经不为日本人做事了 就是我们的同伴 甚至是我们该保护的人 你这样私底下惩治他们 和日本人那些残酷的刑罚 有什么区别 船长 我明白 走吧 谢谢船长 革命军创造了 具有东北地狱特色的 独特的生活方式 秘营 他们将粮食 药品等藏匿在秘营中 充分吸收了 东北民俗中 土仓字的建造风格 遍布于东北山区 建立其茂密的秘营网络 在深山秘营中 建造低矮的地印字式房屋 以秘营为依托 从敌人展开了顽强的斗争 秘营是东北抗日部队战士们 智慧的结晶 也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 报告 报告袁正伟 什么事 家里出事了 出了什么事 忽然来了日本鬼子 这偷袭伞 快 跟我回去 是 是谁走廊的风声 是一队出了个叛徒 给鬼子报的信 走 我带我撤 我带我撤 走 走 走 带我走 走 快掉 撤 快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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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受伤 快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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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车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通过封锁线的方法 还是没有想到 我们真没用 要是能找到板树城委就好了 他们肯定会有办法的 可是到哪儿去找啊 日本的间隙 他们都找不到 何况咱们了 你这话说的 岳叔也卸劲了 那咱们找曲家里行不行啊 行啊 她在哪儿呢 听说她在当交通员 不过说不定 跑哪去了更不好找 那你不跟梅叔一样吗 但是我认识她一个亲戚 前几天她来看过病的 别开枪 别开枪 是我 是我 我是 别开枪 别开枪 上 上 我说你怎么又来了 老婆跟金砖 都不都给你了吗 你又回来干啥 赶紧带我去见你们周军长 日本人要通行你们啊 赶紧通知部队 做好营战准备 是 感谢你能及时 来跟我送下来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我带着喜闻 回到老家之后 就一直想着您说的话 脱离不安好些天 后来我喜闻跟我说 说军长的话也感人 军长就咱也这么好 咱也待遇抗日 做点贡献啊 我就又回到了队伍面 想着有下消息 好给您报信 你的消息 对我们非常重要 我代表全军 感谢你 只不过 你这个时候 来给我们送信 日本人可能会怀疑你 要不然你留在蒙古军吧 我还是回去 盯着点 好给你们报信 可是你回去的话 别别太危险了 为了把日本人 赶出咱中国 你们有谁 在乎过自己的命了 这话说得对 为了抗日啊 脑袋就别亏我带着 好 你们也真心 居然能找到我这位堂兄 他是咱们的联络员 我们也是刚在一个联络点上 碰上的 说真的 你们现在 就算找到我爸我妈 他们都不知道我在哪儿 这也太巧了 无巧不成书吗 你跟我说说 这个事你有招没招啊 有办法 我回去马上跟省委的领导 要沟通一下 马上就办 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 在极东党组织和周宝东等人的艰苦工作下 游击区已扩大到整个隋宁地区各地 面对敌人多次的大讨伐 中宝中把部队分散 组成许多小分队 依托环达山老爷爷 不断骚扰打击日军 不仅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保存了自己 而且牵制了大量的日军不能进关 化整围陵必时积蓄 进行灵活激动的游击战 队伍在游击活动中得到很大发展 团结了许多反日山林队 共同作战极大的提高了 反日联合军的声望 这军不开始进攻了 传令和部 沿阵以待 放敌人进战阶前三十米树才开打 注意牵掌弹药 是 是 令和部罪商务 出还不 time 快去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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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啊 被凉了 家里去眠布 有空了吗 没问题 我可以说服几天 向哈尔滨下订单 给我们的学生 做东庄小福 那待会儿了 剩下的事 我还没招生这两个 走吧 父亲有头 保重 小心 快去 军长 军长 弹药手伸无几了 现在要撤退吧 我们后边已经无路可退了 怎么办 看来日军是有备而来啊 军长 你看日本军连长又来了 你怎么又来了 军长 日军的弹药不多了 正在请求 我派汽车运过来 太好了 这个情况对我们来说 太重要了 我马上就回去 等一会儿我再过来 过不来的话 你们看我发信号 只要我一给你们发信号 就证明是最好的时机 你们就赶紧突围 谢谢 军长 你要是这样说 就太磕疹我了 行 那我先回去了 好 试着啊 我知道 都是这样 我就认识了 应该这样追 绝大多数的伟满军 都是可以争取回来的对象 需要耐心的工作 有的时候 要付出一定程度的牺牲和让户 但是一旦争取回来 达达的效果就是石板骨验 是 超特配人 您好 谢司令忙啊 你找我有事啊 今天特意又给你送女兵来 报告司令 新兵小袋叔向您报到 这是 您不是说您这儿没有大学生吗 我就送来几个 帮你们提高一下军队的文化水平 另外我们军长说啊 多给您派一些女兵 你让我一起送来 这可真是太好了 我们现在部队啊 就去有学问的人